林聪 单身的女艺万富翁 小美 一心想嫁个有钱人 相信各位看官已经看出来了 没错 这部电影就是个大杂会 讲述了五个都市大林单身女的幸福 哦 幸福生活 林聪和小美是本部剧唯一有关系的两个女主角 这两个女孩作为闺蜜 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 一 她们已经不年轻了 二 她们至今还是单身 身为艺万富翁的林聪 自然是想要什么就能咬什么 除了爱情 所以她把自己伪装成一个 为生活奋斗的平庸女孩 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中 寻找到自己的Mr.Right 为什么上帝把女人创造这么漂亮 却又这么愚蠢呢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把我们造得漂亮男人才会爱我们 把我们造得愚蠢 我们才会爱他们 终于 公布补补有些人 天上掉下了个大黑牛 啊 不是 是李晨 林聪因为一道菜 而与身为厨师的李晨结缘 渐渐的被李晨的温柔贴心所感动 最后 图豪女砸了个酒店送给李晨 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你是单身 而且你还有很多钱 那么恭喜你 你将会找到一个老实厚道的人结婚 如果说林聪是为了爱等待 那么小美就是为了爱追逐 她为了追逐隐形土豪 段一红 而主动放弃了高薪职位 跑到段的公司 做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职员 并且为了帮助段 竟不惜回到自己的公司 和秘密资料 这样的牺牲精神 足以成为广大败金女的精神楷模 小美 最终有没有和段忠诚眷履 影片里并没有交代 但从两个人最好 相视一笑的画面来看 估计也离成功上位不远了 中年灵异的叶圣英 通过婚介所 认识了爱情骗子葛幺 这个陌生男人的出现 不仅打扰了叶圣英平静的生活 还使他重新体验到了 被爱的感觉 葛幺大叔留着一头 飘逸的长发 虽然外边猥琐 却架不住内心的温柔 他对叶圣英母子的殷勤关怀 细腻呵护 足以征服所有对婚姻失望的女性 然而 正当两人谈婚论嫁时 却有两个女子找上门来 这才揭穿了葛幽的烟毛 原来 葛幽是专门欺骗别人感情 和钱财的婚姻骗子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 新闻上报道的 有18位女朋友的青年男人 难怪人家说 生活永远比戏剧更精彩 原秋 饰演的高小君 是有着55岁高龄的中年大妈 独自经营着一家成衣店 离婚后的她 生意虽然做得红红火火 然而 却不免因为孤单而伤心 这时 郭涛扮演的爱情骗子 使她迎来了 人生的第二春 哇 这电影骗子真多 高小君因肿瘤住院 郭涛一不解答地伺候她 甚至 陪她上厕所 不仅不嫌弃她年龄大 还主动跟她啪啪啪 哇 这辫子做到这个份上 也真是够贫的了 难怪原秋姐姐明知被骗 却无怨无悔地拿钱 帮郭涛赎罪 梅婷饰演的张盈 是一位28岁 操着一口南京话的 大龄圣女 她在相亲大会上 认识了海归赵大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然而 美人因为是否要在婚前啪啪啪 这个问题 只不懂观念而分手 幸好男方妥协了 愿意先结婚再上来 要不然 咱们的梅婷女士 还不知道要单身到几时呢